那这一题呢是一个复数平面的概念 你当然可以用代数做 但是最好的思维就是用复数平面的概念来思考 重要的思维就是相乘 复数相乘呢就是长度相乘 但是可以把它想成角度相加 原本4加3i它其实位在哪边呢 4加3i其实位在这里 这是4跟3 好那这一个复数的话 这里的角度呢我们大概知道它比45度小 但是如果有兴趣背的人 其实可以记一下这是3753的三角形 3753 但不知道也没关系 好这第一个复数在这边 那第二个复数呢相乘之后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 小于零的时数 所以关键就在这里 时数就只有这条线才叫时数 那小于零的时数呢 就表示说它是在这一边 好所以乘完之后呢 要跑到绿色这里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 第二个角度其实就指的是这一个角度 这是第二个细塔这个角度 是指这边 好所以原本那个37 那是加上细塔 大概大约是那个143 所以细塔就是第二向线角 好所以重点就是连结到一个复数平面 然后这里很快就可以解出来 那这题很快就可以解出来 拜拜